來看就是財政部長老爺如 等出來說這個奢侈稅 可能分枯來扣除這個消息和風聲 然後現在在南部地區 這個南部地區公佈了 這個高雄美食館 那個地方有去多少給人點名 今天所在說這個房屋 介紹算做穩定的 所以對到這個消息 有幫助的業者 認為說這個對到高雄 應該是不太應用 都會經常控佈之後 高雄不斷有新的建立 北高雄四個 都有新的處在去 南高雄也有賣賣豪宅的推出 如果本屋休息十歲 賣家的業者認為 在那房間名字 介紹去比較多的美食館庫 其他的地區 有可能因為當主客進來 市場越浪 客人可能都會往南高雄來發展 甚至是投資 因為可能美術館那邊的 磕睡的部分會比較重 就像台北一樣 可是我覺得南高雄 好像目前都沒有這種氛圍 賣家的業者也有出 高雄因為官司學兵 各家最豪宅的推案 帶動附近的介紹 最近幾年政體市場表現都不錯 奢侈稅影響不算大 現在也因為南部的島主客沒有這個 奢侈稅是死了 中國家和法媒家 交易量雖然有減少 但是辦公室穩定最重 其實不需要奢侈稅 第三季第四季 就是法拍屋還有中國屋的這個 移轉的交易量很明顯的 就是盪下來 而且那個下降幅度非常大 最主要就是有深受這個奢侈稅的 這個衝擊 但是南部的根本的結構呢 是它的這個市場條件跟北部不一樣 它的炒作 炒作的這個投機性不是那麼的強 海鷹共町十十歲就算是分庫來扣 對區有內地的介紹 條件不一樣的處 一樣是全部都要扣 其實是不合理的作法 南部的市場有賣還不得還的介紹 政府其實可以不用感謝 記者我們該算扣見準 高雄報登